短短几日之间 红星舍龙头陈浩南先后失去了人生中最爱的两位女人 未婚妻小结巴惨死车宝山之手 红颜之解阿叶也倒在了自己的刀下 二十多年的江湖生涯 把陈浩南磨练得冷酷无情 坚毅果断 只要出手便不留情面 阿叶手下发疯一般向他冲拦 瞬间便将陈浩南世茂仔二人围在当中乱砍 陈浩南靠着超凡的泄斗能力还能勉强置身 世茂仔却是再难坚持 高声呼喊 难歌救啊 能让一向硬朗的世茂仔大声呼救 足可见他已到了绝境 陈浩南不加思索 拉住胳膊拖动他前行 面对砸来的铁棍 看来的乱斗只能咬牙硬扛 世茂仔一声惊天惨叫 嘶哑中透着绝望 转头看去 他的双脚竟被直接砍断 眼看是活不成了 一柄快刀直奔陈浩南右臂展落 他看得清楚 只得放开了手 别说是世茂仔了 自己今天也可能会赔上性命 不到30秒 他以全无章法 周身血肉模糊 身上挨了多少刀 已经数不清了 门外灰狗在焦急的等待中 渐渐失去了耐心 只觉内心不安躁动 难以平静 眼看距离约定时间 近在之尺 便招呼手下准备 要提前冲出 一声催响 陈浩南垂死挣扎 破窗而出 可瞬间又被身后的刀手 抓住双腿拉了回去 灰狗弹射而出 大声招呼手下 飞奔赶去 藏匿在四面八方的 红星社兄弟 潮水般涌入大傻 人人奋勇当先 灰狗最先赶到 双臂虎头 撞破大门玻璃 难哥 狗仔来救你了 蓝眼眼疾手快 举枪便射 灰狗人在半空 哪能躲闪 所幸蓝眼枪法太水 只在左腿上 擦出了一道伤口 龙头重伤 红星社兄弟怒火透天 阿叶参死 也令毒蛇帮人马 杀红了眼 这番恶战 比平时帮会火拼 更是多了几分凶险 向来打架 冲锋在前的灰狗 此刻却不见了人影 背起陈浩南 就要夺门而出 蓝眼见陈浩南 即将逃之夭夭 如何不及 却被人群挡住 冲不进身前 他已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即使说什么 也要亲手干掉陈浩南 他带领一众兄弟 从侧门追出 灰狗背着锤死的陈浩南 拼命狂奔 左腿虽是受伤不重 却也剧痛难忍 奔跑的速度大受影响 身后蓝眼 追赶的脚步越来越近 让他更是心服气躁 他喘着粗气 片刻不敢停歇 陈浩南的热血 近得他整个后背都湿了 低头间 猛然发现 陈浩南右手弯曲怪异 仔细一看 原来手腕已被整个斩断 只剩一丝皮肉相连 随时有掉落的风险 这只手 曾给过自己多少鼓励 多少提携 他心中难过一场 泪水汹涌而出 南哥 挺住啊 狗仔一定能叫你出去 狼眼几个冲刺 已杀到了身后 握紧手中狼牙棒 高高跃起 豁出全身力气 对准陈浩南后脑 便要砸下 灰狗赶至背后进风袭来 一身无可奈何 发出一阵歇斯低利的狂叫 也是陈浩南命不该绝 几名警察凑小出现 打掉了狼眼手中的狼牙棒 趁着两帮人纠缠之际 灰狗拦下一辆出租车 逃出生天 整个过程 陈浩南至始至终 没有说过一句话 收目紧闭 面色惨白 对于灰狗的高声呼唤 全无反应 一看就是失血过多的症状 灰狗心知 他也到了生死关头 片刻不能耽误 一把拽下了四季 亲自驾车飞驰而去 泪水模糊视线 灰狗已气不成声 仍是不断大声激励着陈浩南 千万别死呀南哥 马上就到医院了 如此严重的外伤 医生也从未见过 吓得手足无措 陈浩南被火速送进了急诊室 被挡在门外的灰狗 难以平复心情 也只能暗自祈祷 南哥平安无事 若不是医生发觉 已然忘记了 自己左腿的伤势 红星社高层 得到消息陆续赶到 游采妮 也是带着浩南私生子 游自见闻讯而至 大飞咬牙切齿 狂踩油门 对毒蛇帮和车宝山的恨意 已让他发狂 两个小时后 急诊室传出了一段 震惊江湖的消息 陈浩南抢救无效死亡了 一片斑红的世界中 陈浩南手持那把 陪他征战多年的战斗 大杀四方 恍惚中 小结巴又出现在了眼前 次在对他发出召唤 南哥 我等你 一被宣布死亡的陈浩南 奇迹般的又有了脉搏 这恐怖的求生意志 顽强了生命力 让急诊室内 所有医生 闻所未问 奇声惊叹 车宝山的血海 深仇还未爆 他不能倒下 多少兄弟还在挡着他 整个红星社 也都在挡着他 评论区很多朋友 在讨论阿叶的问题 我讲下我个人的观点 阿叶真心爱着陈浩南 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在陈浩南 山姬两大枭雄之间摇摆不定 始终不能坚定自己的立场 可以说就是自寻死卢 就算没有误会 陈浩南不动他 以后也毕竟死于山姬之手 个人观点 欢迎评论区讨论